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说到印度 很多人对他们的印象都是奇葩 开挂 在这个神异般的国度里 几乎每时每刻都能发生一些让常人难以想象的事情 他们的脑回路特别的神奇 只有我们想不到 没有他们做不到 就拿庆祝节日来说 人家一般都是唱唱歌 跳跳舞 或者是请客人到家里来小酌两杯 可是印度人就不一样了 直接上手泼屎 而且被泼少了的人们还不愿意 当然观看名字大家可能就误会了 这里泼的屎不是人类的粪便 而是牛的粪便 在印度 牛有着极高的地位 相传牛是可以掌控人生死的神灵 牛和人是可以相互转化的关系 所以在印度会经常看到大人将孩子埋在牛粪中 祈求神灵的保佑 每逢泼屎节的到来 他们就会到处收集牛粪 甚至是满世界的寻找 他们更是把收集牛粪的多少来代表这个人是否有钱 牛粪与财富是相连的 只有收集的牛粪越多 就能证明这个人越有钱 甚至还会有一些土豪会买上一卡车的牛粪 一次能扔上十吨 到了过节的时候 他们互相向对方身上扔牛粪 被扔的越多 就代表自己受到的祝福越多 来年身体会更加健康 日子会过得越来越好 那些被扔了满身牛粪的人 脸上都散发着有衷的喜悦之情 如果谁的身上没有牛粪 就会被认为是很丢人的一件事 不过就有人疑惑了 这么难闻的臭味到时候该怎么洗掉呢 大家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欢迎在屏幕下方留言讨论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喜欢的话请点击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